好 我们拿到螺丝踢的第一步 首先讲达配件手锣器权 主机一台 电梯一方 加个电梯连接线 然后气管一条 电阴线一条 调防一条 气杆两只 一个小扳手 配件器权了之后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连接电梯连接线 电梯连接线这一个插头 插头这里有凹槽 凹槽对着插座的凸台插进去 然后把它锁紧 锁紧之后连接另外一种 同样的方法 凹槽对凸台插上 然后螺丝锁紧 然后白色的小吸管 对着白色的插座 黑色的小吸管 对着黑色的插座 把它插到底 然后这个板道的话 是出螺丝的管道 这个出螺丝的管道 那我们插的时候 一定注意一定要插到底 就是比一下 这个出头要和 这个夹头的入口 要充分的连接 一定要插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你插到这个位置的话 在这里它会卡螺丝 那我们插之前先比一下 大概也要插到这个位置 插的时候 我们要用力插 转了插到底 插到底之后 那我们下一步 就是给机器通电 把这个电锡 连接到插座这个位置 然后插上定源 下一步就连接气管 把这个气管插上 然后这边要连接到 我们工厂的气管上面 连接好之后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一个气阀开关 往前推是开气 后拉是关气 往前推是开 后拉是关 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推到底 推到底 然后下一步打开电源 在下一步 那我们把这台机 要锁的螺丝 通过这个位置 到了机器里面 那我们加螺丝的 一定要注意 螺丝 加螺丝的量 一定不能挨到轨道的 下轨道边缘 那我们加好了之后来 下一步就是我们观察 机器前面这个位置 这有一个震动调节 震动调节是调节 轨道上面走螺丝的速度的 一般请问一下 我们把它调到50到60的刻度 左右就可以了 可以根据下轨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节 那我们第一次的话 装机第一次 P图上面是没有螺丝的 我们双击一下电皮 就会送一颗螺丝出来 螺丝拿掉 没有电皮 没有螺丝 双击电皮 送一颗螺丝 当我们使用RFO 第一次双击 有螺丝了之后 当我们螺丝对的产品 按开关 锁下去 锁到底之后 不要松开关 提起来电皮 离开你的产品 松开关 送一颗螺丝 这样